千呼万唤的总统提名 国民党总算拍板采取征招 但最先跳出来话瞎不满的却是自家人 会这么生气就是因为张亚中 一开始争取提名就很积极 反观侯友义仍是在喊呵呵做待机 想不想选都要说张亚中更开炮放招 要侯友义谈谈外界认为他最缺乏的国政论述 我们不能够盲人骑马 包括党员包括一般的社会 都能够了解他们对于国家大政的一些看法 比如包括两岸问题包括人员问题 如果说一个人在被征召以前 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政策是什么的话 那会不会觉得这太过于初帅 质疑朱立伦因人设事 而被视为郭董子立兵的李正浩则说 征召不会采纳民调 如其来对侯友义未必利多 也代表郭台铭仍有出战机会 只是当初还盼着回归来赢的郭台铭 现在看来自己却不是那个男人 等到的是一个为主要候选人 排除选举障碍的征召方案 那这个主要的候选人显然不是郭台铭 朱主席是否有跟他做过充分的沟通 就怕郭台铭成为压垮选情变数 至于被顺利接套的侯友仪 也势必得让外界看到有新的动作